9月17日,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发布会,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介绍中国邮政业改革发展成效。 他表示,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上发展最快、最具活力的新兴基地市场,包括快递量超过美、日、欧等发达经济体总和。 1949年,我国的邮政业务总量仅仅1.6亿元,到去年年底,全国邮政业务总量已经达到了12,345亿元,我们70年间增长了7,700多倍。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、最具活力的新兴基地市场。 我们的包裹快递量已经超过了美国、日本和欧洲等发达经济共同体的总和,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力超过了50%。 马军胜介绍,近年来,邮政普遍服务的可及性、均衡性不断提升,快递服务遍布城乡并开始向村一级延伸。 2018年,中国共建城村油站17.8万个,游乐购站点61万个,基本覆盖了行政村。 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超过了95%,建制村直接通游基本完成。 我们西藏,阿里地区是很边缘的,普兰县。 我们搞这个工程以后,普兰县的藏族兄弟都能跟我们北京一样,网购,把包裹送到他手上。 他讲这个真不容易啊。 过去他们网购是什么? 他们网购里面都有个括号,西藏除外,阿里除外。 把这个除外,把这个括号给他抹掉,你说他们的心,跟我们北京的心是相通的。 自2015年以来,中国快递业务量基本每年增长100亿件,2016年突破300亿件,2017年超过400亿件,2018年是507亿件,2019年预计超过600亿件。 马军胜表示,这意味着2019年,中国平均每人大概收集45件快递。 平均一个人,人类大概有45件快递。 当然城市人用的比较多,有六七十件。 农村呢,近年已经快到20件了。 然后现在农民怎么样,还到骑个摩托到乡里面取快递啊? 这个呢,现在呢,跟过去的到县里面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。 但是这个还不够,我们一定要要送到村里面去。 对吧,怎么送刚刚讲了,一个你快递企业报团往下送,一个那个交通,合作,公交,线路往下送,第三个的快游合作往下送,三年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中文字幕 早上